老刘知道这是啥吗 不知道 河手屋 我去 你一听河手屋是啥 是不是治白头发的 药 药 是不是治白头发 我告诉你 就是我在河北的时候很好玩 有一个大爷子专门卖河手屋 他今年70多了 你知道吗 他头发由黑发亮 厉害吧 他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河手屋晒干了以后泡酒啊 然后就摆着卖各种的 他然后就说嗯 然后挂了个牌子嘛 说什么什么什么 千年河手屋这呢 其实我告诉你哈 河手屋 你就是切片晒干 你喝这了那了的 他不可能让你变成黑头发的 知道吗 你怎么这不可能 这个你要去科学的去论政策 所以说你懂这个事就行了 比如说老万一 人气多了 人不黑头发 对 就给你说后边这个事是啥呢 我那天看到他去理发店了 我看到他干嘛呢 他拘油呢 他每个月都要拘油 他就怕他那个白头发漏了馅 因为他满头白发 懂这个事就行 河手屋呢 喜羊又耐阴 在云南我看到有很多野生的 你明白吗 就是他有一定的耐寒性的 你像 我是在那个团结乡 昆明团结乡那个山上 他冬天冷的时候也会有零下 但是不会给他冻死 因为他根是长到地下的 所以说这种一般在四川 在南方的山里面比较多 北方比较少见 说明他的耐寒能力一般 是有一定的跃动能力 你可以去盆栽 去盆栽 盆栽之后呢 去给他当绿螺一样去养 因为他比绿螺更皮实更好养 他长得很快 他可以爬 明白了吗 耐阴啊 洗羊啊 不要浇太多水 要不然容易烂 明白了吗 你如果说害怕的话 可以用一些杀菌药 你别看这个怎么怎么容易 核手屋 你要配合一些个药 才能激发它的药性 你单纯的吃是没有用的 懂了个事就行了 好了 一篇关于核手屋的一件事 分享给了大家 记得点个关注 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养花趁在一 白了错吗